好 我們來看一下 口誤確實它有改正啦 就是數字的部分 可是它有沒有說有丟 有丟嘛 丟曾文熙嘛 但是我們來查 真的有這樣的事嗎 沒有 所以現在農糧署當然要提告 我們再來看 有關於收購價格的部分 3月8號就在戴天府發誓 他謝龍介說一斤三十 如果盤口就收購 我們加一成就變成三十三 三十五 三十八塊半 然後而且還是要二十年以上 甜度要百分之十 但是到了3月10號 謝龍介就說 怎麼可能簽約只有三十 我是舉例這樣往上加上去啦 怎麼會這個一個說法 一個訪問 一個要當立法委員的人 講話可以這麼不精確 這麼不確實 我想問瑞德哥 現在這個到底是 口誤還是被逼急了 真相被大家看穿了 只好用口誤當藉口 一公噸等於一千公斤 兩百萬公噸 那麼把這些兩百萬公噸乘以一千公斤 然後這些以外 全部都倒進去真文水庫 那水庫放出來的直接是柚子汁 你知道嗎 不是應該這樣嗎 柚子汁 你一年這樣 隔一千來對不對 不然你隔幾千也不行 因為真的老藏很貴 最貴一粒 只有那一粒老藏的紋 但我倒是小小一顆而已 你知道嗎 小小一顆但是很重 因為它又有甜又有多汁啊 問題是 這個神信農民剛開始說 兩百萬公噸 好 你說錯 說不對 又修正了一下 兩百萬斤 好 正記拿來 正記拿來 我們今天 今天不是 我不是農糧署啊 我要是農糧署 我也不會什麼 二十天後更正 二十天後選舉已經結束了 它的目的就是 為了明雅材的倒票選舉嘛 對不對 結果已經造成 傷害已經造成了 然後呢 對這些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對這些幼農的傷害已經造成了 二十天後更正又什麼用 對不對 然後你說兩百萬斤 好 正記拿出來啊 拿出來 當時 平安在哪裡 還有一條曾文獅 是不是台南的曾文獅嘛 哪一個曾文獅啊 兩百萬斤 你知道多多 你知道嗎 他都在謝龍姐講說 一百五十貨櫃對不對 對 一百五十貨櫃 全部倒倒倒 那邊倒貴 一百五十貨櫃 要用多少卡車載去 如果是倒廢圖 只有差不多十幾個 廢圖就一座三了 兩百萬斤的文旦倒在曾文獅 那請你告訴我 在什麼地方 證據拿出來 你不要拿那一張假的 不要拿那一張假的 把盤上把那個相關水 水 水下的啦 水下的就是水鍋裡面有上海角 卻不會出 坐在那裡 你不要在 這個倒菜刀 黑龍洗刀 把那個照片拿來 把它弄在那個地方 錯就錯 對就對 對 真簡單 今天如果陳姓的這個 你還會贏的 還不是人家摸刀 對嗎 你說不對 你出來負一個私人丟一個 我說不對 我黑白講我八十講 還是我記憶不好 還是怎樣 你承認嘛 你就承認 兩百萬斤嗎 兩百萬斤不會到後來變成兩百斤 還要扁 放兩顆油子裡面徵文水庫 會變成這個樣子嗎 我可以黑白講 你飯可以黑白講 尤其這個時候 不好意思 你說那個蔡英文總統在說什麼 邦交國樹木弄錯 你要弄清楚一件事 明天才要投票 你說自己的 農民可以講錯 他可以講錯 我們是媒體人啊 我們去採訪人的時候呢 然後呢 他說不對 你要知道一件事 因為我感觸特別深刻 我早上才去為了告韓粉的事情 才出庭而已 你知道嗎 你們這樣就犯疑 起訴統帝的人 跟開庭統帝的人 你們膝蓋刷就知道 就是這樣 為什麼呢 你可以黑白告嗎 他可以黑白說 我們做媒體 做記者 做朱祁琳 做記 做所有的 我們要去求證 你知道嗎 我們要查證 他說是真的假 那個主持人 剛剛那位訪問的 那位很有名嘛 他還加油添出說 喔 幾萬公斤啊 人家那位先生說 他說 我不好意思說 他說只是放在土裡面爛掉 他還價格 是幾萬公斤嗎 他還沒說 對吧 你如果因為一個錯誤的訊息 那麼造成這麼大 對果農的傷害 對柚子農的傷害 對馬豆的傷害 還有對全體農民的傷害 那你要去查證 查證出來以後 沒有這回事 我就道個歉 那麼柚子到底有沒有 那個自銷的問題有沒有產相過的 前幾年有 前幾年你要去很多加油 加油 加油 又上油了 因為柚子大村嘛 那去年是因為中秋節過後 有一些柚子才出來 所以呢 我還記得在花蓮 有些柚子大家還幫忙去把它削嘛 但是有你說的這樣嗎 兩百萬斤 另外一個名嘴出來挺說 是講錯 不是盾 是金 兩百萬斤也怕死人耶 你知道嗎 不要說兩百萬公盾 台灣的柚子應該沒有產到兩百萬公盾 那個太可怕了吧 對不對 但是他會不會說 問題是你正在任務就好 你媒體就好 你不可以跟著他像 他說什麼就什麼 他說他是林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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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是林志玲嗎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媒體有一個責任 不是說他講 他說不對 要算他的 然後事後再訪問醫師 他說不對 口誤不是要怎樣 傷害已經造成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柚子的油是全台灣 賣最好的地方 你今天去拿柚子來 那不就是為了要等於說 選舉要選掉嗎 麻豆文旦是有名道 很多不是麻豆的 都想要偷偷貼 不要貼麻豆文旦 看起來比較好賣 沒有錯 所以事實上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討論的一個重點 選舉是一時的 我說他不會選舉是誰 抱歉 十幾歲之後 你還要選一次 選舉是一時的 上海 不是一時的 為什麼呢 對果農來講 他們可能今年的 就割一刀 就割一刀 你知道嗎 然後你現在講下去 我聽說已經有麻豆的 柚子農 接到他們老客戶 十幾年的抗議電話 你為什麼都不會有那麼貴 對不對 現隆界不太早 現隆界一斤三十塊四十塊 一斤沒那麼貴 問題是柚子的品質 當然就是我們去買餅乾 買什麼一樣 當然他老張 有什麼是老張 各位要知道 麻豆的老張 有九百年的 你知道嗎 以前還有三四十個 九百年的 現在越來越少 九百年的油 因為他的油出來 很讚很好的 所以他一顆賣到幾十百塊 九百年的油 跟我們品質差的油 是不一樣的 你現在一講下去了 他本來是好意 他本來是說 我可以幫你打外銷的通道 那我個人建議 那麼事實上 謝隆界應該要算是 端台灣不分庫 既然兩百萬噸 兩百萬斤 兩百萬斤 你就不要像台南而已 連這個果農 也不是台南 麻豆是會贏的 你就會說 連會贏 連高鐵 連刀勒 連花蓮 這麼賣賣出 我實在都會 給你們消除 找通路 我給你們打破了 我們來聽 委員 如果從過去的選舉 上上一次選舉到現在 包括你看 這個被抓包了 立刻又找農民出來拿這個相片說 有啦 也是有啊 你們說沒有 我就叫農民拿出來 農民說你看喔 這個 有 被放在菜園裡面 就像我講 農地 有個農地 菜園裡面 所以他就是硬要講說 有啦 都是有油啊 被丟棄 都是有油啊 不會出去了 真的是這樣嗎 這個就是說 當你提供了一個錯誤的訊息 然後大家不斷地在傳遞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這個訊息把它掩飾掉 你就要再找另外一個狀況 然後不斷地去掩蓋 就像說我們說了一個謊 你就要用無數個謊來圓一樣 這個會很辛苦 而且說真的 我現在很擔心啦 因為麻豆的幼農其實跟我都很好 是 那從以前到現在 我還記得說 從2016年 其實大家都說麻豆文旦 麻豆文旦 其實它每一年的狀況都不一樣 2016年 當時候因為霸王寒流 當時候沒有開花 是我幫他們爭取農委會的補助 是 摘損補助 所以那時候因為有折損之後 當時候內需不夠 所以價格不錯 那到了第二年 2017年的時候 2017年 其實大家清楚說 麻豆柚子在採收 它一定要經過 颱風季 就是大概七八月 颱風季 七八月颱風季的時候 它很清楚 農民它都會計算 大概如果有幾個颱風進來 我大概會折損多少 然後大概這樣平均的狀況 應該在整個供需當中怎麼處理 其實麻豆的幼農真的都很厲害 然後所以在2017年 那個颱風跟他們所沽的所有的內需跟外銷差不多 所以那一年我們說的幼農風調雨順 到了2018年 剛好去年沒有颱風 完全沒有颱風 所以沒有颱風 所以盛產 是 然後在安夜這個地方 因為它頭髮的問題 所以它的柚子果樹 它生比較多 是 一樣的一張柚子 柚樹 它發的油就比較多 一張柚子發的量就比較多 麻豆地窟就比較少 那很奇怪 那個就是安夜 安夜也在麻豆 可是就是安夜地區 所以出來的這個瓶頸就有 但是好像那個量 量就不大一樣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其實就是在安夜 這個我們有提供到一張照片說 對 來庭飛棒好好講一下 提供照片說 這個放在這個 好像有倒在田裡面的 田邊的這個部分 然後倒在這個田邊的部分 那個地方就是安夜 安夜的地方 那安夜的地方其實當時候 大家眼尖的那個網友跟民眾 就有看到 而且 幼農其實這一次他也很擔心說 是不是大家這樣炒這樣炒 整個變成大家都不知道 油的總控到底是怎樣 因為我們知道說 油分很多柚子 它的極數是用它的當手 二十年的幼數 三十年的幼數 四十年的幼數 一直到八十年九十年到一百年的幼數 它的價格就不一樣 所以大家很擔心說我百年的幼數其實 我老漲 真的老漲 老漲 真的老漲到現在 我在市面上你絕對 你說用賣的很少 幾乎很少 因為老漲現在很少 都是用賣的 都用賣的 對啊 像說家裡 你們哪有兩張 那個老漲的 你都不用放心 你都不用擔心 對 你都留給我 我兩張給你擔保 都是這樣 你有幾張我都擔保 其實就是在於 這二十年三十年 量比較多的這個部分 當然因為去年 去年的狀況就是 因為 剛好我們在採收 其實大家知道說 台南的柚子採收 都會找台東跟花蓮 雲林大概找半個月 所以台南的柚子是會 早在市面上 在賣 所以因為早在市面上 市面上的賣 都會走會比較近 而且 半島的柚子有品質 大家會覺得 半島的柚子 這個大家都搶了 對 但是剛好在去年 因為大家記得823 大雨 大雨一直下 對 所以當時候這樣 一連好幾天 剛好在我們在採收的 那個時間 剛好下了大概 十幾天的大雨 那個時候 等於用農所有的採收 都晚了大概半個月 是 十天至十五天 那剛好他們採收出來的 就跟花蓮 台東 雲林他們 撞在一起了 所以那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好像過剩的感覺 對 就覺得是過剩 但是麻豆柚子 其實真的 這個品質的問題 麻豆的柚子 大家都很辛苦 都顧得很好 是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麻豆的柚子 文旦跟一般的水果不一樣 一般的水果可能 我有量 我會出 還可以賣 但是 這個文旦有一個重點 中秋 它還是有節日的一個問題 對 你今天大家都說 麻豆 那個文旦就是中秋 大家就是 那快買 要送人 送人中秋的蟻蟹 還是說 中秋節要吃文旦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得到麻豆 幼農說 這道這樣 剛才市民上 那樣就覺得很多 我們當時候趕快 除了我自己 可能也是歷年來 我買了最多柚子的時候 然後 第二個部分 我請朋友說 你們今年拜託的 你們送人 東西要送 麻豆的油 不要再去買吉他 你就送麻豆的油 然後 我們還協調了 中央很多的部會 如果他們有要送 這些相關的 要買麻豆 所以其實我們都有 這樣的一個協助 可是 其實重點就在於 兩個部分 是哪有大家說 那不然這個油 是什麼狀況 哪有哪裡 風鼻 這兩個部分 水凶 我剛才有說 八月二三 去島 會大火 所以有的油 去水浸到 有水凶 但是最想說 麻豆的油農 大家說 都做重品質 這種的東西 他沒有放再買 是 所以他覺得說 不然我過去把它放 那裡 那裡 第一點 有可能可以做 有機器 第二點我放的 我也不要去造成 其他的一個污染 所以 就把它放在田邊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他們說 可是還是有這個 好像量比較多 重點是說 它比較麻煩是 中秋過後 就會自銷 在中秋節 都一直走 中秋節以前 都一直走 因為大家 可以在中秋節吃完蛋 可是 在中秋節以後 你哪有可能 再吃完蛋 所以 你自銷之後 很多的農民認為說 我在當時 我又採收 沒有人要幫我 拔中 跟我說 很多就選擇說 沒關係 我就中秋 頭前已經有賣了 其他這個 我又放下來 我也是了解 所以他也選擇 把它 摘下來 但是真的有到 亭妃講的 就是說 他們講得到 幾百噸 或是幾萬噸 絕對沒有 幾萬斤 丟在這個 田裡面嗎 量有這麼多嗎